好云13日晚,好云经纪人叫好云为妻子控诉家暴仪式回应媒体,称好云并没有家暴,反而是在一次接猎丁吵中,被妻子学子打伤了左耳。 而两人争吵的原因,正是好云妻子出轨健身教练,好云在拿着许子手机截图流正式被发现,最起了丁职。 此前,依次梁将学子发文爆料好云曾多次出轨,随后好云发布律师声明,否认家暴和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。 同时,好云经纪人还反指好云妻子出轨健身教练,并曝光一次梁家学子与健身教练的聊天记录。 好云妻子与健身教练对话曝光聚息,1月11日凌晨,一次好云妻子发微博痛制控诉好云家暴,这是你对我动手的第五次。 再一次当着孩子面,1月12日,好云在微博就此前,妻子称其家暴做出正式回应,他表示,这完全是妻子为了抢走自己对孩子的监护权而进行的人生污蔑,并详细地叙述了当天的情况。 好云,称自己当天只是为了把孩子送到妻子的住所内,而妻子却一直表示不愿意。 之后,好云就想把孩子带回,结果两人发生了争执,自己绝对没有动手对妻子进行伤害。 好云,称自己对妻子进行业,也释大了。 我说,自己对妻子进行业,不过云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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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